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肉食爱好者念念不忘的美味 千百年来 肉食在我们的餐桌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肉类食材似乎天生自带美味的魔力 无论是红烧还是油炸 爆炒还是清炖 都能让它迸发出对味蕾惊人的诱惑力 全国各地的肉食爱好者们拿出参加本事 开始一场美味比拼 秦山环抱中的攀岩高手能成就什么地道风味 海门的山羊为何能登上近代著名实业家张俭代客的餐桌 如北水镇的烧肉 这个肉炸到这个程度你还能忍得住 你上次咬一口 勺关大糖的扣肉 奶奶给我加了一块巨大无比的 哪种五花肉的做法最能俘获肉食者的心 清汤炖肘子真能登上湖南人的餐桌吗 我又上上了 味道调查团开启肉香四溢的寻味之旅 带您探秘什么是肉食爱好者念念不忘的美味 山东省五连县被群山环抱 在这里生活的五连人可以进享大山的馈赠 听说我要寻找的让肉食爱好者念念不忘的味道 就藏在这高山上 我现在呢是站在距离地面一百多米高的玻璃栈道上 真有点不敢往下看 因为一看这个腿就有点抖啊 而且你看我这周围啊全是悬崖峭壁 到底什么东西会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呢 我现在特别期待来会一会它 我要寻找的美味就是站得高 望得远的五连黑山羊 这种羊十分好动 平地有路它不走 偏偏独爱斜坡峭壁 以绝对的地理高度俯视群雄 他们长相清秀 眼大有神 额面微粗 长相出众的黑衣侠客们 会成就怎样能让人念念不忘的美味呢 许大哥 你好 你好 这干活呢是吧 我是从这边上来吗 对对对 从前面上来 好的好的 这就是做什么羊汤吧这个 做羊汤 我这闻着味儿了 许传丽是当地的烹羊高手 为了能让我从里到外感受黑山羊的魅力 大哥早早就开始准备 五连人料理黑山羊讲究一羊两吃 新鲜的羊血 内脏和羊头被称为羊软架子 第一时间下锅炖煮 即使没有羊肉 也能炖一锅鲜香浓郁的羊杂汤 大哥告诉我 喝汤只是皮毛 吃肉才是关键 面对眼前这个肉感十足的羊坯 它会有何独特的制作方法呢 这是今天咱们要烤的羊 这是要烤的 对 这个羊看着这个挺小的 这个羊不小 这个羊少这么慢 这个羊也三十多斤了 三十多斤 这讲了一年了 咱们普通的家养的那个羊 一般要这么大的羊 五个月就讲这么大了 咱们这黑山羊的幼质是紫红色的 紫红色的 如果是咱们家养的那个羊 它这个鱼就是这一种 像那种粉粉的那种 叶铭五连黑山羊正身的标准 就是紫红色的肉质 十三年前 一群徒步旅行者的到来 才让他知道羊还有这种吃法 从那以后 他觉得烤羊将会成为 自己农家院的特色 经过十三年的潜心钻研 他总结出一套独特的 许试烤羊秘籍 那里会藏着怎样的门道呢 你要把它撇得均匀 这得挺实挺搭劲的 它是等于给它放平了 但是又不能给它砍断了 这样是绑到那个架子上之后 把这个架子直接稳定 天生喜欢运动的黑山羊 骨质更加坚固 只有用刀和锤的组合 才能劈开这道坚固的防线 刀痕之中且呈直线 再将四肢与脊骨固定在支架上 不过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还是在这样一套 严密流畅的准备工作中 发现了一些端倪 问题就出在这个支架上 大哥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特别厉害 就是你看我绑的四个脚的位置 正好跟您这个架子 那个点是特别吻合的 是不是 咱们这个考量 咱们选原材料的时候 活羊是三十斤左右的 所以是这么大的羊 它的长度 正好就跟咱那个架子 是正好的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十三年来 许大哥专攻考羊技艺 根据实际操作的需要 大哥自己发明考制工具 每一颗螺丝的位置 每一个电机的设计 都由大哥亲自打造 如今烤炉已经更新到第六代 从明火到焖炉 从手摇到电动 为了能使烤羊的味道 更健康更出色 它在一只羊身上费尽的心思 下足了功夫 这个G6代 现在这个炉子烤出来的羊 当时它没有污染 没有烟灰 而且这个熟的均匀 那个烤的时间呢 G6代 你烤鸡一只羊的时候 需要一个小时十分钟左右 要是烤鸡二只的时候 五十分钟就能给你上桌了 为什么 因为里面卢温 因为人的炉子全都热了 烤全羊的出品 以外表焦黄发脆 内里肉嫩多汁为佳品 所以烤制整只羊 最关键的技术 就是对火候的把握 腿部厚 背部薄 稍不留神 就会让薄的地方烤焦 而厚的地方还没熟透 所以在许试烤羊秘籍中 除了改进工具外 还要有独门的秘诀心法 大哥咱们等于是先把这个羊在里头 焖了一会儿是吧 它是先要把这个羊的 帅表的水分烤干了 烤干了 烤干了之后这个油 你烤帮它刷 咱们刷的这是什么油 这是我们本地的全花生油 我能闻一下吗 来 还真是很浓很浓的 那种花生的香味 用这个花生油烤出来 跟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香味不一样 以前也做过试验 用过别的油烤也烤过 咱们也不遇这个花生油的香味 使用鲜榨花生油 是许大哥烤羊心法的第一招 山东是我国花生的主要产区 五连出产的花生 力大饱满 油而不腻 墨碎的花生 在高温蒸炒的过程中 蛋白质吸水膨胀 能使分散的小油滴 进一步凝聚 从而提高出油率 香味也会更加浓郁 在水蒸汽的保护下 油料不会炒糊 榨出的油色则更加清亮 花生油富含胆碱 可以提高大脑的记忆力 被誉为聪明油 你看这个刷上油之后 就听到里头有滋啦滋啦 声音起来了是吧 第一遍刷油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说像在当这油刷好之后 就把这个羊里边 本身的水分泡到爆 在那里边了 锁水 对 最后烤完之后 虽然外皮是酥脆干干的 但里面还是保持嫩多汁的 是不是 很嫩 而且这个羊肉还现 刷油是许大哥 烤羊心法的第二招 在烤羊时 要随时关注羊肉的变化 一旦发现羊肉外皮紧绷 就要给它刷上一层花生油 进行舒缓 只有保证外皮不裂开 肉里的水分才会不流失 除了保湿 刷油还能让羊肉 迅速换上黄金外衣 而且在比较薄的羊排部位 多刷一些油 才能起到降温的作用 避免烤糊 这有的烤羊 他们是把羊放在水里头 泡了之后 先打刷盐和刷油 我感觉那一种 口感是比这个要长 所以您也是 真的是经过了 好多的试验的 是不是 我们烤羊肉到现在13年 13年 就专注一件事 所以一定能烤成烤好 不腌制 后放料 是许大哥烤羊心法的第三招 出炉前 将厚实的羊腿肉改刀 再均匀撒上调配的蜜料 嫩上十分钟 让蜜料入味 许大哥烤羊的每一步操作 都基于13年的实践出真知 烤羊就是一场温度与油光 精精烹饪的艺术 在200摄氏度的高温中 油脂持续包裹着羊肉 满院的烧烤香气 已经让我这个爱吃肉的人 跃跃欲试 这个时候 颜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料完全粘在身上了 是不是 对呀 听这声音啊 咔咔的 火 现在这个质感 其实嘶嘶脆脆的 我直接口水都流下来了 听这咔咔的声音 这就是外面那块 特别有味 这里头还是很嫩的 对不对 虽然烤了那么久了 里面真的是那种汁水溢出来的感觉 是不是 是是是 从13年前烤出平生的第一只羊 到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羊专家 许大哥把机人巧合得知的烹饪方法 与当地肉质紧实鲜嫩可口的黑山羊相结合 三招许氏烤羊心法 不但让特色烤黑羊成为地道的五连风味 也化为了众多肉食爱好者心中 艳艳艳不忘的美味 告别了许大哥 我继续踏上寻找美味的旅程 在距离五连县数百公里的江苏省海门市 据说那里也有一种羊肉 好吃到可以成为整座城市的味觉符号 那又会是怎样一种 艳艳不忘的味道呢 想要知道答案 就得先找到当地的领头羊 吴大哥 吴大哥 这是你家羊吗 对的 我给你抱回来吧 好嘞 我来抱 我来抱 我得不到他呀 来来来 跑得好快 这就是咱们海门的山羊是吗 对的 你看像我们这海门山羊 你看这两个都湿起来的 对 他那个耳朵他不要一般是搭了的 他这个是这样的 他一看就有什么情况 他马上两个都就输起了 对 这位聊起羊就兴奋的大哥 名叫乌艳兵 他的童年就是在打羊草 食羊粪中度过的 如今跟羊打了四十多年交道的乌大哥 苦心孤意 要将海门山羊的味道 研究得透彻入骨 常见的羊肉菜肴 可炖 可烤 可涮 那么海门山羊又会以怎样独特的姿态 亮相餐桌呢 哎呦 这个羊 这个皮啊 真是又白又嫩的 对对对对 这就是海门山羊的特点 而且手感特别好 真的是特别细 看着是精英剔头 是 跟其他羊真不一样 对对对 海门山羊可以称得上是 海门人餐桌上的明星 近代实业家张俭 就十分喜欢用家乡的海门山羊来招待宾客 如今乌大哥也同样专注海门味道的推广 有了互联网的帮助 这条路更加方便快捷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红烧羊肉开启了大锅烧制的工业时代 乌大哥认为 只要精心去制作 严格把关工艺和质量 大锅一样能做出海门人心中的味道 说到工艺 首先切肉就特别有讲究 咱们这儿的羊肉是都带着皮的吗 对对 都带着皮的 镇肉里边它带一点肥的 中间有一点油 里边外面还是有一块植肉 一层一层的外面 雷首相见 这些羊肉也是要一定功底的 一般的人切起来它都不行 它必须要一倒下去 基本上就是要到位 不能来回拉来拉去的情况 来回来拉来拉去的话 这个皮就没有那么整块的 一定要一刀断 一刀下去 还可以 还可以 没有 没到底 你看 不行不行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它是带着皮像没有是骨头的 所以就格外的难一刀到底 全部力量集中在手上 一刀切下 皮 肉 骨完整相连 切面不能有丝毫的茅茶 这样的内功可不是短时间内能练成的 切好的羊肉入锅焯水 高温将毛细血管中残留的血液和不容于水的脂肪胆固醇逼出 一层血沫逐渐浮出水面 贴近血沫 羊肉白白净净地出锅 为了保证口感 也锁住肉中水分 一百多斤的羊肉块都要进行自然冷却 吴大哥说 想要吃到海门山羊最鲜美的滋味 就需要耐心等待 因为每一个细节 都是决定红烧羊肉味道的重要因素 差不多把羊肉拿回来 来来 哇 这羊肉一点都不轻了 这都不轻 再去看拿过来 来了 出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其实这一大锅 这跟我们一小锅就不一样 这浑身的力气都得用 对 这不能马虎的 这马虎来后就不行 足足一百斤的羊肉堆在大锅中 可是要耗费相当大的体力去翻炒的 直到将因冷却而发干的羊肉 炒出表面油光 微微舒展 才可以加入米酒去腥除山 酱油随后上色入味 关键还少不了自家制作的酱料 此时的羊肉已经金红油亮 香气扑鼻 我以为这场紧张忙碌的硬仗正要中场休息时 没想到乌大哥又要加蜜料了 这个味道就要白红糖 很少看见羊肉里面要放红糖的话 对的 羊肉里面白红糖的话 它就增加这个口味 咱们为什么不加白糖 要加红糖呢 白糖它就是本身对羊肉的上色 它也起不到作用 还有一个欠它来不了 乌大哥所说的红糖是按中国传统工艺制作的赤砂糖 颜色金红 颗粒分明 因为没有经过深度加工 所以保留了更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红糖融化后将喂羊肉带来鲜甜的味道 也更好地喂羊肉塑造出浓油赤酱的视觉诱惑 虽然是大锅炒制 但火候把控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这里边也有一个讲究 要根据这个羊肉本身的嫩度 卤的油的时候羊肉长得实际上的 那我们要做下一捷捷水 咱们炖的时候这个火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忘乎 大概要做到最后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慢慢再炖20分钟 100斤的生肉 最后浓缩成35斤的精华 像这样的大锅 乌大哥每天要炒上三次锅 当地流行一句话 千年海门 一挺山羊 海门山羊随着历史更迭 品种也不断优化 当地人更是给予它 一挺的最高地位 对于凡事要求完美的乌大哥来说 红烧羊肉只用到了海门山羊60%的部分 余下的40%更要精工细作 便废为宝 这样才能醉得起一挺的响亮鸣声 这个菜就是羊宝 正常的人家吃饭就是用韭菜和大蒜 给它炒一下 就是味道比较臭一点 味道比较臭 但是它就是一炒以后 它就是比较有点老 口感没那么好 羊宝雄性山羊的生殖器官 当我不能接受这种食材时 海门人早已视其为珍宝 羊宝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氨基酸 维生素 是补肾益气 强身壮体的佳品 乌大哥用羊骨熬制的老汤 去除羊宝的兴气 以打鞭炉的方式 还原羊宝本来的鲜嫩 当我以为羊宝已经挑战了我的高度时 更加刺激的画风立马再次上演 这是羊头上面的羊眼 这个是眼睛啊 这个是眼睛 这个眼睛很好吃的 你尝尝看吧 我不敢吃 你给我吃一个示范 我给你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羊眼会好吃 因为这个眼睛 它是晚上不睡觉的 它眼睛天天在动 20小时在动 在动的话 这个羊茧特别芭拉 它这个肌肉特别紧致 所以它这个肉特干香 特别干香 所以主要吃的是这一部分的肉 将一种种原本的边角料食材 依据食物属性 巧心设计 精工细作 成为一道道独特细致的料理 正是吴大哥几十年来 对海门山羊潜心酸炎的成果 红烧山羊的精彩 让海门人世代清新 也收获了众多的粉丝 成为了肉食爱好者们 念念不忘的美味 而我的同伴杜宇扬 也即将启程 它的目的地 就是位于北京市 密云区的古北水镇 这座小镇坐落在 司马台长城脚下 在这里 它能找到哪种 让肉食爱好者 念念不忘的美味呢 哎呦 怎么这个样子 应该是一个符字 虽然写得不好看 但也表达了我的心意嘛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下面要找到这道美食呢 也和这个符字 也和这麦芽糖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这个味道 按照老传统的方法做 这代很多人介绍不了 我们要用的就要用 就一块肉 三分肥七分瘦 对 八斤到十斤的肉 出来的效果还好 我吃几位老叔 给我划划关 我把这个菜 眼前这几位大厨 正讨论的是 早在清朝时期 就风靡京城以北的 蜜云烧肉 它同烧酒 烧卖 并称为蜜云三烧 在过去不富裕的年代里 如果能吃上一顿蜜云烧肉 那充满肉香的美好滋味 绝对能让人面面不忘 冯印宝 九龄后厨界新秀 别看他身材高大 老师傅们可都称他为 后厨小精灵 因为人家走的可是创意路线 不知道烧肉在他的手中 将以怎样的新形式 再现江湖 你好 听说你今天任务很重啊 为什么不在后厨做啊 在后厨没有这种感觉 走灵感 创作型选手 对 不是说这个命名烧肉吗 肉呢 肉 肉 这里吧 准备好了 是最重要的角色啊 对 五花肉 对 最好那一块 三分肥 七分瘦 很多人喜欢 所以说按照五花肉的标准 这一块是最符合标准的 对对对 那厚度大概多少 三个指节 所以现在所有的准备工具都齐了 对对 齐了 就开始做了 咱们准备做 好 虽然我是个肉食爱好者 但看到这么几大块猪五花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而新版烧肉 就是要摆脱这种油腻的重口 下锅窜水 去除五花肉最外层的油脂 这时我的线索食材麦芽糖 也该出场了 冯厨说 用它来上色 在油炸后 能够产生透亮的焦糖色 这是酱油无法比拟的 但只是煮 当然还不够 还要再用西式后的麦芽糖水 来给猪肉挂浆 这香味真的是马上就出来了 我看里边的色也垫了 是吧 而且这个时候 你就不得不承认 这个糖啊 炸烟之后 就能有那个焦香的味道 有那个焦香的味道 这得炸多久啊 上完颜色虎皮起来 就可以捞了 其实相当于这个 无论是过水焯还是过油炸 都只是前期的步骤 是吧 对对对 这个可以出锅了是吧 差不多了 哎呦 熬了 这个手感 炸出来的脆皮虎皮 那种效果出来了 这就是那个虎皮的效果 对对对 我现在终于知道 这道菜最难的一步在哪 你知道是什么吗 在这一块上色那边 嗯 挂皮水 也不是 最难的一步是 这个肉炸到这个程度 你还能忍得住 你上嘴咬一口 这是最难的一步 油炸是我认为最美的烹饪方式 它好像有一种魔力 让人止不住地去看 去听 去闻 焦糖色的外皮 展现着麦芽糖水的魔力 即便肉已经出了锅 那颜色也惹得热油泡泡 一步也舍不得离开 投入冷水 在一冷一热间 炸干的肉皮迅速吸饱冰水 水分在皮和肉中间 渐渐将肉皮泡发 虎皮就形成了 冯初说五花肉有了卖相 接下来就该有内涵了 传统的这个麦芽烧肉 叫这四种调料 这是葱 蒜 八角 姜 对对对 就这四种 合着除了这四味料之外 剩下的这么多盘 全是你新家的 对对对 包料包的时候有讲究吗 我们先包料包 就把这个干料包一块 然后把这个葱姜蒜 单包一个包 为什么要分开包呢 这个葱姜蒜 在这个煮的时候 它容易碎掉 然后影响到汤 然后这个干条这包呢 煮完之后 下次还可以用 就是老汤一次一次地用 有点道理 听起来 那咱哥开始包呗 行行行 中式调料 多半伴随着中药材的主性 驱风散寒的心仪 护肝力胆的黄之子 养皮温味的凉姜 还有眼前这么多 我叫不出名字的调料 用它们来丰富调味 还要做到味道互不相冲 三十分钟后 调料吸饱了汁水 散发着各自的香气 这是逢厨多次尝试后的经验总结 也是烧肉的味情基础 入味后的五花肉 已经开始散发出烧肉的魅力了 卤过入味的烧肉 在上桌前 要用热油淋一遍 这样不但能将肉再次定型 还能增加外皮酥脆的口感 所以说这个终于算最后一步了 对对对 来 看一下怎么样 对对对 咱就正式接受考试了 来 冬块尝尝吧 这个肉上午我说选得不错 选的是五花肉 其实我一开始还真的担心 这么厚的这个五花肉 这么大片的肥肉 吃起来真的会腻 说肥肉不腻是假的 但是当我刚咬进去的时候 那个肥肉像汁水一样 直接散开在嘴里 但是就没有腻的感觉 放了好多味调料 但是我吃起来之后 还是肉香味为主 不像过去那老菜似的 切得很薄 但是吃到嘴里边 它是往外进那种油 而且装的盘子也很美国的 过油 熬煮 入味 这些复杂的工艺 让烧肉摆脱了 过去单一的扣碗肉模式 肥而不腻 酥香软烂 这些形容肉类 最高规格的词汇 也在烧肉面前 失去了三分色彩 如果没有缝厨 对食材钻研的用心 没有老师傅们 齐心协力的相处 那么一场老菜的回归 将很难实现 在肉与唇齿的亲密接触间 我们品尝着带有岁月记忆的味道 尝过了北方的肉 南方的肉食美味 自然也不能少 我把调查的接力棒 交回到我的同伴孙讯手中 据说他在广东省的韶关市 找到了一款连菜市场的摊贩 都念念不忘的扣肉味道 那又会是怎样的美味呢 你还是尽尽比个小的 对啊 这里是蛮肉的地方的 奶奶是蛮肉的 对 这蛮肉的 都认识 你奶奶的肥肉多了 都认识奶奶的肥肉多了 都认识奶奶 这次奶奶逛市场 简直是风光无限 能让整个菜场的人 都像看到家人一样 对她嘘寒问暖 看来这位扣肉女王的名气 果然响当当 这也让我对奶奶的扣肉手艺 越发期待 所以奶奶您一般都在这里买肉 是吗 就是 就比较熟的 她在您这买了多少年了 20多年 20多年 他们要求的花又比较高 我们也拿到她 她要的腰 她们站起来的 站了一点点 是吗 就是给您可能是最好的价格 咱们选这个肉做扣肉 要选什么样的肉呢 就是要这样 最好 最好选择这个公猪的 公猪 为什么要公猪呢 公猪下面 你看 下面都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都正五花肉 五花肉是吧 要想做出一等口味的大糖扣肉 就要掌握扣肉女王 选肉秘籍 公猪肉瘦是上选 如果是母猪 就得选稍微瘦一些的 四分肥六分瘦的五花肉 才能入得了奶奶的法眼 要知道 在一头重两百斤的猪身上 也只能选出二十多斤 这样的精品五花肉 难怪商户会说 奶奶的要求太高 那您吃过奶奶做的扣肉吗 吃过 那个味道一开 干就闻到香味了 像那个皮炸得好漂亮 说起奶奶做的大糖扣肉 市场里的小哥 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五星好评 让当地人从小吃到大 如此深入人心的大糖扣肉 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我原本以为奶奶做扣肉 只是经营着一家 人气火爆的餐馆 但回到酒店才发现 她原来掌管着一个扣肉王国 现在我们就跟着奶奶 一起来到了奶奶的大厨房里头 我们要探秘一下 这个大糖扣肉 它的秘诀到底在哪 奶奶 拥有这么一个大厨房 是不是您的梦想 搬这个家的搬了三四次 搬了三四次了 最先的四个桌子 过了五六年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 再过几年又做了三层楼 再过几年又做了五层楼 五层楼也搬过在这里了 在十层楼 十层楼了 这中间用了多少年 从一个四张桌子的小厨房 到现在 到现在是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真的是一个大的梦想的变化 那您就是能搞出走了 对对对 不幸运自己 怎么样灌也灌不好 凭借一道酸盐了三十九年的 大糖扣肉 杨奶奶从一位普普通通的 家庭妇女 变成了韶官的传奇人物 虽然扣肉的制作工序 已经驾轻就熟 但她依然严谨地对待每一步操作 选好的肉先要修行去鞭 为的是得到一份方正规矩的美感 和肥瘦均匀的口感 然后蒸熟 为接下来的油炸做准备 奶奶虽然已经八十一岁高龄 但每天还坚持奋战在后厨 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 用她自己的话说 就是不放心 一句不放心 保证了扣肉几十年不变的好味道 这也让我更加好奇 大糖扣肉里到底藏着什么密料 能让一道菜缔造一个神话 下油锅之前 是不是得给它上个色 刷点风际 上个脆皮水 脆皮水 脆皮水 这个是脆皮水吗 这个是我们调好的 这个脆皮水主要的作用是 它一炸它 它能冻起来 它能够捧起来 那个颜色 颜色也好看 奶奶 这个脆皮水里有什么东西 是 是有什么秘密是吗 奶奶乐乐了 闻一下 看我能不能 有酸醋 这我闻着 我就闻着有醋的味 我们就不细问了 就在表面抹一层就可以了 是吗 整块下去炸 对 整块下去炸 脆皮水是奶奶的独门秘籍 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往下打探了 将这份神奇的液体 均匀涂抹在猪皮及猪肉交界处 这样能保证在油炸过程中 猪皮不开裂 皮肉不分离 肉块完好无损 不过一块十几斤的五花肉下油锅 脆皮水真能奏效吗 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要亲自检验一番 哇 奶奶现在整块下去油炸是吗 对 是我 这因为有水子啊 所以它会炸起来 一定要有这个盖子盖上是吗 要盖 要有油爆去 你听到这声音没有 ��요 老实话 天奶奶说叮嘮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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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我的天哪 太不容易了 很心疼 奶奶考虑到我们设置组的安全 所以只炸了一块肉 平时的话 这一波至少要炸五块肉 奶奶每天都要面对这种油花喷洒 四处飞溅的场面 手上一块块烫伤印记 便是扣肉留给她的气力 脆皮水的作用开始奏效 不仅让五花肉穿上了金黄色外衣 也的确保证了肉的完好无损 刚炸好的肉不能马上使用 要经过彻底冷却后 才能开始变身扣肉的旅程 你看这个脆皮水擦了这四边 就感觉效果特别的明显 另外一个你看 其实虽然四边收缩的很紧 但是这个中间又起泡 那个抛起来了 你看顶上这层 是不是就感觉特别好玩 转开了 对对对 就是因为那个脆皮水的作用 第三个它也起到了一个上色的作用 对吧 现在炸完了之后 这是那种红红的感觉 是吧 也特别好看 下面就可以切了是吧 切切切 大概就是这么宽 是吗 对 定型炸完之后就好切一些 这个等于是两块 两块 是连着的是吧 对 要切断了 不要切断了 不要切断了 就放后 这个中间是放芋头的 这个就厚了 那你就切薄一点 要不是你再吃肉 就太腻了 口感不好 对对太腻了 对对对 想要扣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奶奶首先会根据肉的肥瘦 衡量切片的厚度 为了达到更好的解腻效果 还需要芋头的加入 切成锡形的芋头 就像一张稀油纸 能够稳妥地加在两片肉之间 极高的淀粉含量 能让芋头在吸收油之后 变得更加香浓酥软 不过 想要变身为人见人爱的扣肉 还需要一种和脆皮水 同样神秘的独门卤汁 这个汁 挺好的 我也来闻一下 这个看起来颜色不错 奶奶 这里头是不是有酒糟 没有 像白酒 有白酒是吗 对 然后有一股南乳的味道 对 颜色有点像 真的有 有 五香粉 有五香粉 慢慢一样一样都说出来了 所以在蒸之前 要把这个蜜汁给它淋在上面 是吗 然后蒸出来就有这个酱汁味了 大概接着就下了上面 它就沉到下边去了 对 以前就加了一斤它就发了 一蒸就 就是正好把那个味道往上去了 对 而且这个酱汁的颜色也会很好看 对不对 对 这要调好 淋上奶奶自制的卤汁 再上锅蒸15分钟 最后来个翻碗好戏 大糖扣肉总算露出真容 紧致的肉皮 有人的色泽 五花肉肥而不腻 芋头酥软可口 八块芋头八块肉 一斤多的分量 让这道大糖扣肉 稳坐勺关肉食爱好者们 念念不忘美味的宝座 奶奶先让我们 哇 好美 看起来 是不是 奶奶给我加了一块 巨大无比的 这个 咱这个肉是怎么吃法呢 是先吃肉还是先吃芋头还是 几遍 是 一起吃啊 一起吃啊 像这样 好 我也来正确地用你们的方法来打开一下 太香了 真的是有皮有肉 有芋头 在一起嚼啊 对 那个香味才能出来 一点都不腻 我不是讲快 我就能吃一碟 一碟就是一碗 一碟就是一碗 就刚好 嘴巴这么大 刚好 眼见为食 来吃一块我看看 大哥是肉好吃还是芋头好吃 肉好吃 我们应该可以吃三四块四五块的 没问题 三四四五块的 对 而且我是从小吃 我妈找了 我妈做了扣肉 天天吃都没问题 还是那个味 吃了几十年都一样 一碗浓香软烂的扣肉 凝结了杨奶奶毕生的情感记忆 用一道菜开创一份家业 奶奶真正的扣肉秘籍 其实就是持之以恒 不忘初心 一份大糖扣肉 不仅是肉食爱好者们念念不忘的佳肴 更是奶奶用实际行动 为这个家庭传递的家风 然而我的味道调查还没有结束 在我的下一个美味调查地 湖南省的凝乡市 听说那里是全国闻名的生猪之香 这全国各地的猪我是见得多了 这凝乡的花猪有什么不一样呢 走吧咱们去会会它 在我国的很多地方 猪肉都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而凝乡的花猪 更是当地人用来代课的高标准食材 我找到的这位谢明大哥 在当地是一位养猪高人 在他经营的农家院里 我见到了长着狮子头 铜锣镀 黑头顶 银像圈的花猪 这些猪最显眼的特征 就是那一身黑白相间的花色 所以当地人也叫它熊猫猪 听谢大哥说 他养的花猪生活得不像猪 脾气也不像猪 这让我充满了好奇 谢大哥 咱们这个提的奶瓶干什么呀 我喂花猪啊 喂这个小花猪吗 对啊 好可爱长得 你看 这个小猪是多大的呀现在 这个小猪是一个多月 这是跟咱们就是 普通人喝的那个牛奶是一样的吗 有一点点差别的 配方奶 配方奶 对对 专门给他们配出来的这个领养的奶 是吗 对对对 锅的这个劲还挺大的 我康康的 感觉还那个牙还咬着 来来来 俗话说得好啊 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 哦 真的是啊 这就这样吃奶的劲啊 真的很使劲的感觉 这宁香花猪的待遇 还真是不一般 从小喝配方奶长大 除了能让身体更健壮 不易生病 更重要的是 还能增加优质脂肪的比例 为成年后长出铜锣度 打下基础 谢大哥为他家的猪 提供着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说 养猪养得这么讲究 就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好的肉质 在谢大哥家的餐桌上 这精心打造的花猪肉 又能成就什么 让肉食爱好者们念念不忘的美味呢 咱们要做的第一个肘子 肯定要选这块呗 对对对 来大哥给你 火还挺沉啊 这肘子 咱们银香花猪 一个是比较厚 你看它的肥肉比较多 对对对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瘦肉 它的瘦肉 你看它的纹粒非常精致 所以它就是吃起来也是一样的 口感特别好 哇 大哥 我一看这面前这些料啊 又是非常熟悉的青红椒啊 做这个猪肉 是不是也是特别辣的这种 等会做的这道菜 这些都不要用 都不要用啊 那咱们要做什么呢 把宁香花猪的这个肘子 清炖了 清炖肘子 在宁香 花猪肘子备受当地人的喜爱 而宁香人做猪肘的方法 绝对刷新了我对肘子的认识 在很多地方都需要浓油赤酱 来烹调的猪肘 在这里却最流行清炖 难道我是来到了一个 假的湖南人家吗 大哥咱们这个是下的是冷水是吧 冷水对对对 一定要冷水下锅是吧 要冷水下锅 直接的把这个肉放到冷水里面 它跟着这个 温度 跟着水的温度一起上 整脂肪 对整脂肪 我们见的肘子 基本上 要不就是红烧 怎么着都得给它有点颜色 然后这样看起来也好看 然后吃起来可能味道也更浓一点 这个年香花猪呢 我们就是年猪 这年猪就从年头喂到年尾 家里面就喂这么一头猪 过年来就吃吃的 但是过年的时候呢 因为乡下比较穷 只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式 就直接加点盐啊 就把水把这煮了 这一整支猪肘 要在锅中炖上一个小时 直到肉皮软糯到 可以用勺子挖着吃 才算大功告成 这清炖的做法还不算最有特色的 它在餐桌上的吃法 更是能颠覆我对吃猪肘的想象 大哥 这么一大块前腿肉 咱们拿它来做什么呢 黄焖银香花猪肉 这道菜的话 大概就是不超过半斤肉 不超过半斤肉 那哪半斤肉才入得您的法眼 花猪在这个运动的过程 它在跑动的过程当中 是前腿比后腿的活动量要大 您看就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它是肥瘦搭配用 还真的是 你看这个纹理很明显 这个瘦肉虽然多很结实 但是这个缝隙之间有肥肉 嘴巴纹还是很均匀很漂亮的 所以要的就是这一块 一条十几斤重的猪前腿 谢大哥只选最精华的半斤肉来炒菜 吃猪肉吃得真是细致 我还在感叹 一旁的谢大哥已经把前腿肉切成了薄薄的肉片 这要是下锅一炒 还能找着肉吗 大哥所说的黄嫩花猪肉 到底会是怎样的一种做法呢 做猪肉也是用猪油来炒锅 这个我们地方的习俗 习俗啊 这也是这个猪身上练出来的油花 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下这个剁椒是吧 剁椒对对对 加多少呢剁椒 大概就放一半左右 一半左右啊 对对对对 好 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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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哇一下就出来这个颜色红红的黄黄的啊 对对对 我们赶紧把这个下去 现在直接下肉了是吧 对对对 好的 对对 再放这个了 现在就 哇 剁椒完了就放这个红辣椒 对对对 好 这个轻的也来点 少一点 少一点 哎呦我天 这一锅啊 基本上看不着肉了 都是辣椒 红辣椒 青辣椒 还有剁椒 此时我眼前的这一锅 简直就是辣椒炒辣椒 鲜嫩单薄的花猪肉片 预热成卷 翻腾在各色辣椒里若隐若现 加入清水 盖上锅盖 在短短的三十秒内 锅中形成的热循环 就会把浓辣的味道 迅速渗透进肉片中 在揭开锅盖的时候 肉香在浓烈刺激的氛围中 磅礴而出 此时我才知道 这种做法为什么叫黄焖 菜肴中金灿灿的汤汁 来自剁椒与热油的碰撞 大哥你先来 我得要得看湖南人 觉得辣不辣 来 哎呦我天 辣不辣 还好 还好啊 我们吃起来还好 你们吃起来还好 我吃起来肯定就 可能会偏辣 是吗 对对对 那我尝一口 哎呀我天 不会吧 我真的不是湖南人 我真的是吃不了 哎呦我天呐 没有我真的可以啊 没有我鼻涕都下来了 不过说实话 真的那个肉质还可以啊 除去那个辣之外 还是挺香的 这道菜让我确认 谢大哥绝对是 如假包换的湖南人 纯粹的清炖 极致的火辣 在两个极端之间 会不会有口味适中的 猪肉菜肴呢 谢大哥似乎读懂了 我的疑虑 拿出一块五花肉 准备处理 这貌似是要做红烧肉啊 咱们是不是要做红烧肉 跟红烧肉有一点点差别 我们就是把这个五花肉 跟我们当地有名的这个 盘子菜 盘子菜 对把它炒在一起 像这几个都是是吗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茄子皮 这个是豆角 豆角啊 豆角像干豆角 对对对 这个是 这个是白辣椒 白辣椒 这个湖南人炒菜 少不了的东西 这个味道很好闻我觉得 很好吃 是吧 是现在能吃吗 可以吃 那我尝一个 辣的不够我啊 不辣 我又上当了 因为闻起来 真觉得没多辣 一吃就又真上当了 盘子菜是宁江人 储存蔬菜的一种方式 其中的白辣椒 更是平日生活里 离不开的食材 把辣椒晒到 保留大约20%的水分 然后撒入食盐拌匀 放在盘子中 腌渍一个半月 腌好的盘子菜 白辣椒 还含有一些水分 有着类似于 果斧的质地 谢大哥告诉我 用盘子菜炒五花肉 不用放一滴油 先要把这些菜 丢进锅里干炒 就是为了让菜里残留的 盘子腥气 随水分挥发出来 然后把焯好的肉 下锅煸炒 宁江花猪的五花肉 四分瘦 六分肥 它释放出的油脂 让已经被炒的 干色的盘子菜 变得油润 而盘子菜的咸鲜味 也渗透进五花肉 整道菜的口味 焦香融合 一道美味 不用添加任何调味品 随着各色的猪肉菜 也要陆续出锅 谢大哥家的晚饭 即将开席 不过最令我期待的 还是那能颠覆 我想象的猪肘吃法 这个肘子炖的 经过一个小时之后 已经看起来特别诱人 很软烂的样子了 我告诉你一种 我们小时候 吃肘子的方便 小时候吃肘子的方便 怎么吃法 就抢着这个吃 然后就跟米饭搅拌 这些 你让它已经 我的天哪 它已经经过一个小时 真的是很软烂了 就完全 就感觉一敏就化了 那种感觉 是不是 所以给它拌到米饭上面 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 听这声啊 稀溜一下 然后呢 再看这个 大哥这个吃相 我感觉 特别香 来来来 又会给你来一块 我的天哪 等会儿一样 我真的吃了 这么多年的肘子 今天是吃到 我觉得最特别 最霸气的一次 猪肘温润的油脂和胶质 在齿间轻柔地化开 是多少宁乡人 刻印在意义中 不会忘的好味道 一场跨越南北的美味调查 一次肉香刺意地寻味之旅 人们备受青睿的肉类食材 在全国各地的肉食爱好者手中 完成了一次美味的接力 烤制 红烧 清炖 不同的烹饪方法 赋予了肉食 各具特色的风味与口感 不同的味觉体验 最终化作同样 令人念念不忘的美味记忆 留在我们的心中